近日,加州州长纽森将禁收隐藏费用签署成法律 这意味着商家加收隐藏费用的行为将被禁止并追究责任 司法部指出欺骗性价格广告严重影响消费者的判断 而且这种情况近年来越来越严重 许多商品和服务均在收取隐藏杂费 包括银行、活动门票售票商、航空公司、在线销售商、酒店、餐厅及食品配送服务等 是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 突然出现且不明确或难以理解的额外费用 这些费用通常不是明确的、合理的费用 而是被商家或服务提供者添加到交易中 以增加其收入 但通常没有提供明确的或合理的解释 数据估算指出 大约85%的美国人每年要支付总额达280亿美元的隐藏杂费 加州作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州 支付了相当大比例的这些隐藏费用 该法案将从2024年7月一起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从明年7月1日起 加州消费者将预先知道他们被要求支付的具体费用 而不会在消费后看到产生的隐藏费用 近日美国农业部在犹他州与南达科他州家庭中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痕迹 引发人们对禽流感疫情可能在全美范围内爆发的担忧 两家火鸡养殖场发现禽流感病例 共计约19万只火鸡确诊并被扑杀 这是美国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在商业养殖场中发现禽流感病例 南达科他州兽医汤普森称 随着禽类迁徙季节即将到来 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禽流感病例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禽流感疫情 使得美国47个州的家禽产商 共损失近5900万只家禽 包括弹机、火鸡以及肉鸡 政府损失超6.6亿美元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禽流感疫情 从10月10日到11日凌晨 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地带的多处目标展开空袭 哈马斯继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八方武装人员还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东部地区与乙军发生武装冲突 哈马斯消息人事证实 两名哈马斯高级官员当天被乙军空袭身亡 此外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周围的地区 但这一说法未得到八方证实 据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卫生部11日公布的最新消息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已造成至少2150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组建紧急政府以应对战事事务 另一方面随着战事升级 包括美国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 汉沙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公司和瑞昂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大型航司 取消了周末往返特拉维夫的航班 一些欧盟国家正试图从以色列撤离本国公民 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均已表示 计划撤离在以色列的本国公民 斯里兰卡10月11日就中国初步同意其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表示欢迎 不过在帮助斯里兰卡解决债务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表示 事前对此并不知晓 斯里兰卡政府去年有460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未能如期偿还 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贷款方 斯里兰卡提出的任何债务重组方案都必须得到中国同意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斯里兰卡非常重视 在过去多年中 中国向这个南亚岛国提供了巨额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这些建筑项目中有许多投资回报很差 导致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贷款 债务越积越多 在巨额债务的压力下 斯里兰卡只能将一些港口 机场等设施出租给中国 以减缓债务负担 据公开资料 在斯里兰卡的双边信贷总额中 有超过一半来自中国 斯里兰卡与中国就债务重组协议达成初步一致 为斯里兰卡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时高达29亿美元的救助铺平了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